今天插播一段我们说说关于低调 低调的境界是什么 是这样的啊 低调的人不是消极的人 他有静若处子动若脱肚的机密 低调的人不是孤僻的人 他有温润如玉激情似火的心灵 低调的人不会羡慕于人 他知道拥有尊严更是重要 低调的人不会以止气使 他知道尊重别人 路会更宽 低调的人不会网字飞薄 他知道拥有坚定才有成功 低调的人成功时不过度喜悦 他知道时间会带走一切 低调的人失败时不过度忧伤 他知道风雨后会霞光满天 真正的低调是无语则刚的力量 是参透人生的清醒 是越近沧桑的贱物 更是包容与豁达的成熟 只要愿意 人人都可以低调 但是真正的低调 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做到